宁波向山有对兄弟晚上相约 一起吃个夜宵 喝点酒 结果因一念之差 心存侥幸摊上了大事 事发5月18号凌晨0点30分左右 向山交警接到事故报警后 立即赶往现场 但在现场民警只发现 被撞车辆车主 睡眼惺忪 对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毫不知情 原来报警的是附近群众 事发后 赵氏的白色轿车 车头损毁严重 民警随即调取了 事发公共视频 只见当时白色轿车 在转弯时 因为车速过快 失控撞上了路边停放的车辆 旋转两圈才停了下来 就在民警寻找赵氏车司机的时候 一名自称是车主的男子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自称姓周 这车是你的车 四母的 对对对 民警立即对周某进行了 呼气式酒精检测 结果为每百毫升165毫克 真当周某被认为是赵氏司机时 附近目击者却都说 当时车不是他开的 眼看门混不了 赵氏司机终于现身了 赵氏司机不仅承认是自己开的车 还坦白了喝酒的事实 随后两人一起被带回交警队进行调查 原来两人是亲兄弟 当天晚上一起吃夜宵 喝了不少啤酒 之后 弟弟抱着侥幸心理驾车回家 结果途中发生了事故 据了解 周某的弟弟驾驶证还在实习期 新手上路竟然还敢醉驾 胆子是真不小 接下来 他除了要承担事故责任和赔偿损失外 还将因涉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罚 并被注销驾驶资格 记者许晶晶 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